請問一下大家 請問你有用過IE以外的瀏覽器嗎 有些可能還沒有 但是現在慢慢的越來越多人不喜歡IE喔 對不對 我也是其中之一 因為說真的那個 IE呢 用久了 你再用用別的你會發現這個瀏覽值得改進的地方還蠻多的 那 只有一個地方 我會用到IE 應該說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因為我工作來講的話我在做網頁設計比較多 所以我不得已我要用IE看一下 看看做好的網頁 OK 我們用炒料 再來還有一個地方 哪裡 你要去網路銀行 大部分都要用IE 因為他的元件大部分都只用A2S 那這個部分就 只能用IE比較多 當然有某些銀行比較特別 有資源比較活潑的 Google的 但是畢竟比較少 畢竟比較少 那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有一個快速鍵是大家應該都要會 可是我發現很多沒有這樣用 可能是因為他在IE6之前 都習慣了那種方法 什麼方法 網頁 放大的方法 網頁放大的方法 好那 各位呢 您的畫面我先切過來一下 您看一下 因為這個快速鍵其實在火湖啦 在Google 早就有了 IE是到IE7以後才資源這個 在這邊 您所看到的 有沒有 放大加跟減 以前我們在看網頁的時候 因為受限微軟 IE6的方法 大部分大家 看的方法都是用這樣 從這裡有一個文字打大中小 對不對 可是 您覺得大中小有用嗎 因為 設計網頁的時候 我也可以不要讓它有作用 我用絕對值的 你大中小歸你大中小 我就是不變 怎麼樣 很多網頁 尤其設計師美工設計師 他就喜歡用絕對 因為他覺得這樣比較美觀 不會因為你放大之後就把破壞掉 好那 所以呢 從IE7以後事實上有一個 比較快的方法是在這邊 說放 有沒有 而且現在各位應該像學校啦 或者是 那個 我們的 那個 很多網站 都會有什麼 都會有那個 大中小啊 有沒有 因為我會需要做到無障礙 所以我們常常會有這樣 你看比如說我點進來 哇 這個剛好沒有 嗯哼 什麼都剛好找到沒有的 這裡 有沒有字 對不對 以前 雅虎這邊還有 大中小巨 他覺得有些人就是這樣比較看不清楚 你看 有沒有 就是有這邊控制 可是其實我們從這邊控制的 真的比較少 那你為什麼不要這樣呢 這樣不是一起放大嗎 你了解意思 尤其看那個英文網頁的時候很痛苦 那 你用這個放大有個好處 因為你是可以 真的還可以繼續操作 對不對 所以你在看網頁的時候 Ctrl鍵加上那個加跟減 就可以放大縮小 這個很好用的 很好用的 您可以像 很少人會自己面帶那麼小 所以大部分 大部分就是說 您透過這個方式 因為它是整個整頁 放大縮小 那這樣 質感上就不會變太多 好質感上就不會變太多 所以這個是 第一個 您可能 可以要注意的這個功能 那麼 如果你沒有用過其他的 您看用這個 IE9 也還算不錯 在這邊 也有分頁的功能 IE7開始有分頁的功能 那算是IE9 有一個問題 各位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我們常常在開檔案的時候 常會另開視窗 對不對 我們比如說點廣告 然後它就會把這個 是不是就開成另外一頁 是不是會像這樣 這樣有點煩 因為會開很多 所以有一個地方您可以稍微設定一下 假設您用IE的 就到這邊來 有一個網際網路選項 在前面這個頁簽的部分 就是這個 所影標籤這邊 您把它改變一下 讓新的網頁就開在哪裡 有沒有出現在 在目前的新索影標籤 我現在就是這樣設定 所以你會發現我剛開 雖然我點它 可是我打開的時候 有沒有是開在同一個視窗裡面 不同的頁簽 這個小功能你稍微改變一下 它就比較好用了 就比較好用 比較不會像以前這樣厚 上網一個 不玩的時候100多個 會比較累 第二個呢 IE9以後 還有一個比較 傷腦性的 下載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發現 下載的時候它是自動下載 那會放到哪裡 我的文件裡面比較download 可是這樣子有時候 你變成 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 最好 能夠把它改變一下 就是在這邊 我們在下載的時候 可以幫我們怎麼樣 下載下載 下載在哪邊 進階 下載的時候呢 能夠跳出那個 存檔的畫面 讓你比較方便 我去哪裡 到時候在 等一下我 休息這邊我再找一下 那麼 我們來看一下 各位呢 其實如果您有用別的 比如說用火服啊 或者這個 那個Google的Chrome這個 瀏覽器 事實上它本來就有這個頁前的功能 好就有頁前功能一樣的 那 你在做這些的時候有一個很好玩的 就是說 Google 它現在那個市占率已經變成是 第二名了 次於IE 已經把Fiveup 抵下來了嘛 但是兩個都還是好用 還是好用 Google呢它當初就特別講到它是速度快 所以我們在分享給大家的這個 相關軟體裡面有一個 就是 網路瀏覽器篇 好那這裡面呢我放的呢都是不用安裝的版本 所以其實如果說比如說你在辦公室啦 在家裡啦 那或者 你就可以放在隨身點面 走到哪裡就用到哪裡 那最後的話你的 比如說你看過的書籤啊 瀏覽紀錄啊都會在當然你用雲端同步也可以 雲端同步 假設你是固定的工作地點用雲端同步比較方便 那如果像以我來講我可能不同地方 這樣的話我就是 用隨身版的相對比較容易一點 比較方便 所以這您可以自己決定 那 這個呢 您用看看 我們在這邊呢 像 你可以像這樣 那我們葉簽IE也可以 葉簽也可以調換 也可以調換 那 除了這個以外還有什麼功能 事實上如果您開一個新的 在我們的Google 比較特別它有很豐富的 所謂的 應用程式 因為現在 很多人都有那個智慧型手機有沒有 不是那個APP嗎 它這邊就像那樣的概念 應用程式 所以呢您可以到這邊 比如說您看喔 到這邊 你就可以去它的 WaveStore WaveStore裡面 你可以找到很多的 相關的這種應用 你可以把它類似像 下載這樣裝起來 它可以是網頁也可以是一般的 那我給各位看一個比較特別的 比較spatial一點的 是這個 當然如果您沒有用 IE的話 用IE應該是 IE9應該是看不到 因為 您可以用這邊電腦試看看喔 它必須要支援這三個 支援這就是HTML5 好然後第二個呢 要支援WaveGL 這是比較新的3D的技術 好那 Google是在推這個 Trash的部分的話 它有另外一個3D的 好就是Adobe它有推另外一個 那麼 你的顯示卡要稍微好一點點 如果您之後已經達到這個要求 我們就可以進去看看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用過這種 人體的 人體 瀏覽器啊 以前Google有耶 有做 叫Google的8D browser 後來它停掉了 那這個網站做得比較好一點 因為我們平常看Google 你看 找資料 找地圖 對不對 影片 YouTube現在也是它的嘛 那現在也做到人體了喔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即時的3D互動 3D互動 你按右鍵 它絕對不是推去 但是前提是你的顯示卡要支援 還有瀏覽器 像有張家 HTML要支援 你都用IE9 你抱歉跨文 要到怎樣IE10 好IE10 那你看進來的 那麼這個呢 你若有需要翻譯 因為它本身 Google是不是有 做翻譯的服務對不對 這個呢 因為它都是字 所以你可以隨時把它翻成中文 有沒有說全部變中文了 都看得懂對不對 你看我們把它放大一點喔 滾輪放大一點 好下來一點 你看 有沒有即時3D 以後你生病的時候 醫生就不用在那個 診斷書上面開 哪裡受傷 直接在這邊 因為這裡有什麼 有書籤的功能 有沒有 Fullmark書籤 直接做一個標記 你哪裡受傷 你的問題在哪裡 隨時可以查 那麼不只是這個 你看喔 你可以隨時把其他的東西把它 顯示出來 你看 好噁心嗎 不會啦 你就長這樣子 我們大家都長這樣子 你看 那我們把它 Rooning進來看的時候 這都洗洗的 好那你可以透過這邊 你也可以把某個區塊雕示出來 雕示出來 甚至你還可以把它拿掉 你把它拿掉之後 裡面 就可以看到了 這個是 很 很實用的東西 雖然說 精細度還不是都非常精細 畢竟有些東西還沒有 可是 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我們在做 這種 學習的時候是相對變得比較簡單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 那 你看這個網站 它還有什麼 它會告訴你說 我們剛剛那個叫涅骨 涅骨 頭兩側這個叫涅骨 涅骨 有一些什麼相關的疾病有沒有 甚至你要做個測驗 這裡也有 你可以做boomark 也可以起來 甚至它有情境的 有情境的 你想要看一下 觀察一下呼吸跟心跳 因為它這是以醫學的 所以這是比較正確的 比較正確 如果你用這個 你往後推一點 它心跳就跳給你看 我把這個 其他的我先關掉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就是這種 網站 可以給你看一下 呼吸 心血管 心血管 好 Condition 這個資料還沒下載完 正常的話你待會看到 到底你心跳是怎麼跳的 蹦蹦蹦蹦 它就會把那個過程模擬 好所以你看我們 翻譯之後有沒有發現 因為它都是文字 所以它可以很順利的翻成中文 好可以順利翻成中文 所以這個網站是蠻特的 那另外一個呢 像你用火舞月 或者是那個 用Google的 現在HTML5越來越多 各位有沒有 很久沒有寫書法 有一個 網站我給各位看一下 在我部落格上也有 書道家這個 這個資料很不錯 這個也是HTML5的應用 但是你會發現 這些新的應用 你用安依 就是比較不行 好就是比較不行力 那 你可以看一下在這邊 欸 有人發現是動畫 可是按右鍵 很抱歉不是crash 那你可以去看看別人的 Fury 那些 別人用這個軟體 做的東西 好畫出來的 以前我們看到文字的效果 一定 不用想就是crash 對不對 但是你可以看到像這樣 有沒有 我們比較popular的 它還可以發出來 像它這個還可以的話就李小龍 很厲害 而且它怎麼畫的你可以看喔 你看我把它按一下之後 你可以replay 你就知道它當初怎麼畫出來 因為會做紀錄 好所以如果你要自己寫 你看我們來這邊寫一下 你可以用 你的 那個Twitter Facebook或者 NSN進去 或者是spy都可以 這個算比較 其他的 我們簡單的跟各位介紹一下 有興趣你再回去 玩看看 好那 你看喔 他前面會播一段影片 影片 寫字之前呢 要磨磨一下 不要那麼擠 那自己決定底的大小 筆頭大小你自己決定一下 好 好現在呢 你看點下筆 就可以決定大小 點下墨 可以決定膨爛 還有不同顏色 好的之後 假設我用這樣 我拿大的筆 怎麼樣一點電腦味都沒有 不一樣的對不對 所以 蠻好玩的啦 但是你弄好了 這個Finish之後你就可以 Play一下 像我們剛剛一樣 就知道怎麼學的 好 所以算很特殊的一個 應用 很特殊的應用 這個 做個參考 因為現在這類人會慢慢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所以你看 我們用了新的瀏覽器之後 事實上 最簡單的 您一定要會這個功能 對不對 好 再來就是 您真的可以試看看不一樣的 好 給大家參考一下